就是我自身的要求也有关系 所以我想要牙齿更整齐一点 本身前牙会比较不起 要突出 就有点小爆牙 对对对 去年四月份小曹来到杭州家里中心的马龙口腔文诊部做正机 选择的产品是隐式眉矫正器 费用四万元左右 小曹说这种隐形牙套戴起来比较美观 就是比较麻烦 吃饭时摘掉牙套 刷完牙再带上 牙套一周换一次 每个月定期到诊所复查 7月16号 医生说可以摘掉矫正器进行保持阶段 之后对小曹进行了口腔清洁 然后截牙之后我就已经有明显的不适了 左上侧的牙龈凸起 然后就是可能吃东西进食都比较困难 而且一碰到就很痛 他说清洗可能是碰到神经啊什么 所以引起的红肿 院长给我做的CT 他说突然告知我是我一颗前牙 还有我后面几颗大牙的骨吸收 已经吸收掉了 而且是不可逆的 牙草骨吸收掉了 小曹说最严重的是左上方倒数第二颗牙 现在肿痛有所缓解 但咬合过程中还是会痛 7月31号诊所检查报告单显示 左上后牙肿痛有黄色浓性物 8月7号再次检查 说是这颗牙牙龈红肿 根面有结石 XPIN显示 鳄根周围骨吸收 小曹担心这会导致以后牙齿松动 小曹觉得应该是 症机过程中出了问题 才导致牙草骨受损 在这家马龙口腔门诊 运营部的黄经理说 当时医生和院长在忙 这事他了解过 医生操作没有问题 因为女士就是认为 是可能矫正引起的 对吧 引起的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呢 是没办法通过我们 或者他甚至是院长去判断 就是矫正引起的 不是矫正引起的 那如果是对这种方向的质疑 那常规肯定是要走 医疗方面的一个 就是相关的一个 鉴定的流程的 黄经理让记者留下了电话 说是牙草骨的问题比较专业 还是由负责人张院长来答复 发稿前 记者没有接到对方的电话 小曹后来反馈 他提出让对方承担 后续治疗费用 马龙口腔那边说 会请示总部 三天内给答复 他愿意再等等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